不過對於台灣的投資帶您看 這是德國默克集團事業版圖 非常的遼闊 那麼包括了醫療保健 生命科學 半導體科技 顯示器科技 汽車化妝品 特效 顏料等等 那麼現在呢 傳出的消息就是 默克集團將追隨台積電腳步 前進到高雄 今天宣布 未來5年將在台灣投資 大概是170億的台幣 然後是用於電子科技 事業體新產線 來研發量能 這個會不斷的擴大 要強化台灣電子科技 產業的國際地位 那麼預期是可以增加 400多個工作機會 那麼不只如此 三井集團也將在高雄奉三 投資100億來建大型的購物中心 跨足醫療保健電子科技的 德國默克集團 將在台投入上百億 還要再加碼投資高雄 莫克集團除了在2017年投資 去年11月也宣布加碼 這次算起來是第三次傳來好消息 台灣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 擁有超過60%的市占率 未來全球創新半導體 顯示器市場成長中 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 因此莫克集團全力推動公司 在半導體科技佈局 以及四大核心方向 預計在研發工程生產領域人才 招聘400名員工 而三井集團也將在高雄鳳山 投資100億 建大型的LALAPORT購物中心 半導體大廠大型購物中心 進駐南台灣 資金加碼再加碼 未來高雄的前進也令人相當看好 華日新聞 林婉宜 陳信仁 簡明山梁洪志 台北高雄